传扬客家文化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天穿日 新竹县竹东镇都会举办客家山歌比赛 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十多年 但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停办三年 今年呢在二月十号终于要复办了 虽然规模缩小 但是仍然吸引了有两百三十人来一盏歌喉 年纪最大的是九十三岁 而最小的只有六岁 红庄屋顶客家花布被板 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天穿日 各家山歌比赛是竹东镇年度盛事 已经连绑五十多年 但因疫情停办三年 二月十号十一号终于要在戏曲公园 恢复举办案 竹东镇天穿一三个比赛 已经盘了五十六年 两百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三年摸盘 两百特地在今年二月十号 到二月十一号两一 到戏曲公园盘天穿一三个比赛 在组别分成小调组 还有山歌组 长寿组 少年组 然后对唱组 要不要参加音乐组 就两百三十三 非常的热烈 传扬客家山歌文化 每年吸引全台上千位好手报名 今年虽然疫情趋缓 但考量参赛者与民众健康 正公所决议缩减规模 将四天比赛缩减为两天 并将九组减为五组 少了超级组和合唱团 老山歌山歌子和平板组 则一起并为山歌组 人数也因此从一千多人 变成两百三十人 虽然少了近八成 但临近县市客家庄 参赛热情依旧不减 报名踊跃 年纪最高龄的有九十三岁 最小的六岁就来参加 天穿日山歌比赛开幕式的当天 在八点钟呢 也会有我们主动在地社区村里 组合而成的这个采接团队 我们总共有十五队的团队参加 在圆环出发前往戏曲公园 然后再做各个团队定点的表演 高手们齐聚一堂 一战好歌喉 二月十号当天还有十五支队伍 采接绕境 从正公所走到戏曲公园 游街装扮比赛 一连两天的山歌比赛 将延续新年热闹气氛 承扬客家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